视觉还有那个听觉的效果 我们就拍了我们那个松山的一些老照片给大家看 其实我们这一次就是以西口 走读西口老街这样子的议题来做 就是环境学程的这个 这个这个松山的环境学程的一个那个课程 可是其实在过程里面我们其实也慢慢发现 透过这样子的走读西口的过程 其实让学员就是包括来参加学员 他们慢慢自己去挖掘就是有关于松山的这个这个导览 导览资源 然后我们其实在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培育他们成为一个导览师资 所以他们在过程里面 他们自己要逐渐去找一些有关于松山的一些 就是去充实他们导览的那个内容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想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环境学程教育 其实在松山真的没什么古迹 对松山应该是十二区里面就是唯一的古迹 就是持幼宫 可是也之前被烧过一次 所以他真的能称上古迹的东西就是在持幼宫的后面 现在都被移到那个那个河体旁边 你们如果有去到松山老魂夜市可以去看一下 那其实也比如说在松山有百年的赤铜树 对那个也是我们发现 为什么其实有刺铜树的地方是 你可以发现是以前平埔族人 就是说聚集的地方 因为他们对于刺铜树有特别的喜好 那如果是有龙树的地方 其实通常是汉人聚集的那个重症 那其实在过程里面我们就逐渐去发现 由这些点点滴滴去发现 属于松山的一些过去的回忆 那其实把这些文化脉络给串联起来 我们其实去把松山的一些消失的东西 再把它抓回来 那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松山的 那个生运学 古典生运学的那个 那个 他也是老师 然后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导览的课程 那过程里面 他其实也把他们这个古典生运的一些内容 把它融合进导览里面 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就会把 就是他们在上课里面 就是学到的有关于唱诗这样子的东西 古典生运的东西融合进导览 所以你就会常常在看到 在松山区有一群人 然后每到一个地方 怎么就有一个人在唱歌 对对对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 就是说很奇妙的感觉 因为其实在松山区是非常都会话的 可是我们这样一群人在这边常常走动 而且我们希望是他变成一个礼拜 可能都会有一次的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样子去带动属于这边的关怀 那其实等一下我们那个 吴秀珍老师他来帮我们就是 也来看一下 你看他在过程里面 他只能练去那个收集有关于松山的点点滴滴 然后把它做成这样子的 他属于他的导览手册 那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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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